俄羅斯總統普迪呢 為了防止民眾在放假期間 到處爬爬燥 收假之後又把病毒帶回了住家還有職場 大方點頭答應了 從5月1號起停止上班11天 要民眾乖乖待在家裡頭 也減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避免這個病毒到處流竄 俄羅斯說自家疫苗有效 但每日新增確診人多達8000多例 5月又迎來兩大節日 五一勞動節和9號二戰勝利日 但兩個節日是分開的 中間還得回去上班 為了避免民眾返鄉出遊 人流大規模移動之後 又把病毒帶回工作職場 官員建議假期 直接連續11天放到底 通通呆在家別亂跑 普丁立刻點頭答應 如果你們認為這是必須的 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今天要接受的預告 英國則是大解放 酒吧餐廳擠滿客人 廣場人群聚集跳舞 通通不見口罩蹤影 這要歸功於疫苗大規模接種 當地已施打超過 4500萬劑疫苗 50歲以上接種率高達95% 確診數持續下降 專家樂觀認為 英國人今年夏天 就可不用戴口罩 相較於英國大解放 日本崩禁神經首度發布禁酒令 提供酒精飲料的餐廳 都得暫停營業 不只這樣 東京政府下令 所有商店在晚上8點後打烊 除了路燈以外 所有廣告霓虹燈都要關上 網友怒批以為關燈 大家就不會聚集嗎 反問難道東京人是非蛾嗎 還有人擔心街頭按摸摸 會影響社會安全 日本政府鐵腕防疫 佈置民眾黃金粥廉價泡湯 觀光景點店家更是大受打擊 記者綜合報導 那麼這個疫情是稍個不停 根據World Meter的統計 全球累計確診病例 已經超過了1.46億 染疫死亡人數 也超過了310萬人 那麼印度在24號通報 單日新增超過了34.6萬例 連續三天刷新了世界紀錄 三天內將近百萬人確診 單日死亡人呢 有2624人同樣創下了新高 累計全國超過了18.9萬人 病沒 由於這個死亡人數激增 也不得不露天火化遺體 景象是慘不忍睹 那麼這個疫情急速惡化 醫療系統面臨崩潰 有多家醫院的這個氧氣庫存 已經告慶 其中有一間醫院裡頭呢 一共是有25名的患者 因為氧氣供應不足因此喪命 好 那麼今年呢 是大陸共產黨建黨百年 北京黨局呢 是已經展開了紀念活動 國安局研判呢 有鑑於對內宣傳 還有對外展現民族的自信心 大陸在涉及主權 人權議題還有外部衝突的態度 可能會更加強硬 根據這個國安局提交的書面資料顯示 大陸持續加強周邊的外交工作 力圖要突破這個美國聯合盟友的抗中策略 美中戰略的這個禁逐態勢 可能長期化的發展也衝擊到東亞的政經秩序 對台灣周邊安全情勢也會產生連帶的影響 那麼最近美中在這個氣候變遷議題上頭呢 表態是願意合作 不過大陸也提醒美國不要玩火打台灣牌 而且呢美中應該要平等對話 不要搞脅迫 來聽聽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的談話 我們認為中美關係正在進入新的十字路口 關鍵在於 美國能否接受一個社會制度 歷史文化發展階段不同的大國和平崛起 是否願意承認中國人民也有謀求發展 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 新疆地區已經連續四年多沒有再發生任何暴空的案件 包括維吾爾族在內 新疆的各族民眾安居樂業 所以所謂種族滅絕強暴勞動 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所捏造的 好想知道最到位的國際時事分析 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 請大家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這是中天的國際頻道 您可以到中天電視頻道的首頁 找到最底下的頻道精選 第二個呢就是全球大視野頻道 請大家點擊進入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在瀏覽影片之後呢也記得按讚留言 請大家來沖一波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